这个是我们采用颜面块,玉的一个黄瓜的羽毛 长实还不错啊,我们再看一下根系怎么样 我们就从旁边这个,随便拿一棵吧,好拿一些 看一下根系,根系都连在一起了,大家看一下 根系很漂亮啊,像这种根系呢,它非常利于画羽毛 尤其在做无土栽培,特别水培的时候,用颜面块羽毛会更合适一些 另外一个颜面块羽毛,它的优势也比较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苗呢,非常壮,非常健壮 没有出现那种我们常说的那种粗刀病啊,之类的 欢迎来到冯老师团队,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这种颜面块羽毛,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看,就预了,我们预了有将近三千颗苗吧 没有发现一颗这个病害的,比如说粒窟病啊,塑造病 这种苗旗常见的病害 原因就是这种颜面块呢,它毕竟是通过高温断烧过来的 一些细菌啊,针菌啊,病毒类的病害会很少很少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采用这种颜面块羽毛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毕竟颜面块现在在锅机上啊,它作为无土栽培的一种机制呢 使用呢,越来越广泛了,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代价要比我们常用的鸡汁玉毛呢,代价成本要高一些 而难道注意点 DeepLive 跟着迫抜抜血 说明有经验的低隙 我这里有一个信号 但是我当时没言过 也没有经验